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天6月2日香港鎮石山荷里活廣場發生了一宗凶案 有一個39歲的男人買了一把刀,然後鑑生,插死了兩個女死者 網上傳說其中一個女死者是39歲男人的老婆,兩個人還有一個兒子 為何會發生一宗凶案呢? 就是另一個女死者,就是TP來的,同性戀者,破壞了他們的家庭 男兇徒決定買把刀去做他們 當然這些是網上所傳的資訊 我們看一單新聞,其實當時有沒有人打算去制止他們呢? 我們看一看新聞怎麼說 其實這宗案件發生著的時候,是有好多人幫中刀女子急救的 亦都有人嘗試想制服這個疑兇 有一個男人接受傳媒訪問,他說這個疑兇好像有點傻的 男人沒出聲的,而且兩個女人起初都沒喊救命的 是被人插了幾刀才會大喊的 他繼續說,疑兇之後就嘔打和用刀插向那名的女子 其他熱心人士是嘗試想將她制服的 有人就立了椅子去拍打疑兇那頭吐她的 他就停了手了,整個人呆了的站在那裡 而其實根據網上的影片、圖片看到,案發之後 這個疑兇就站在商場的圍欄旁邊,圍著那些警員 那些警員就拿著盾牌或者胡椒噴槍就叫她放下把刀 當時曾經有一個男人是拿著兩張圓椅的 這一個應該就是當時想阻止她繼續傷人的市民來的啦 那她走開了,以免阻倒警員處理事件啦 其實遇到這些情況大家要量力而為 因為始終人家是拿著刀的 不是說叫你不夠運,但你要看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衡量狀況 因為其實有人說如果給了她,有武器就說可能過去撞她 或者怎樣,但千萬不要 要看清楚狀況是怎樣,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撞她 拿著把刀插人的,結果不殺她插死了自己,就變了是你殺了人 好不抵的,但如果你說你有一些長的東西挑下她機 然後挑完走了分散她的注意力,這樣可能會救到人 大家都是量力而為呀 不是說叫大家見到這些不幫手,不要出手,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要衡量自己的自身安全 其實拿著兩張椅子過去制止這個兇徒,這個市民是很有勇氣的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